现在我们看到的迷彩服是美军新式陆军数字迷彩通用战斗服简称ACU 2005年开始装备部队每套88美金 每位士兵分发4套 除了采用防刮布料的普通版之外还设计了阻染版 服装在离开火源之后能够自动熄灭 且不会造成溶解脱落和烧焦等现象 为了加强防护等级又减轻单兵负荷 美军从2001年开始装备拦截者防弹衣 它可以分为可拆洗式战术主背心外套 软质防弹内层和防弹插板三大部分 在不加护颈和护当的时候重量仅为7.4公斤 比原防弹背心轻了将近35% 背心的四周还设置了84个挂点 方便按照不同的战场环境来加挂相应的战术包 背心的背后有一条非常结实的蹄带 一旦负伤战友可以抓着这个蹄带将伤员脱离险境 同样减重的还有Mitch头盔 2001年开始服役可以防御手榴弹 地雷 迫击炮弹 炸弹等破片杀伤性武器 和9毫米手枪弹和猎枪枪弹的直射 新头盔采用新型的材料 比原来的凯夫拉头盔轻了1.5磅 缓解了原本头盔太重而压迫颈椎的问题 陆军单兵的主武器一般为M4A1步枪 与M16步枪相比呢 它的枪管较短又有足够的精度 在城市狭隘空间 特别是建筑物内对敌射击的时候非常的灵活 进入信息化时代的美国大兵 全身还布满了各种电子传感器材 这些装备使士兵与上级指挥和通信系统 直接的联系起来 此外还有一个吊带式斜行包 里面有备用的子弹水壶GPS 掌上计算机侦察设备战地急救医疗包等等 大到武器小到防风打火机 美军普通陆军的单兵装备足有上百件 用武装到牙齿来形容 一点也不为过 此外由于频繁参与反恐战争 美国士兵们除了有头盔防毒面具防弹衣 还有护膝护肘面罩加防风眼镜 为了消除出阿富汗美军对下半身缺乏保护的忧虑 五角大楼送去了天生的关怀 每人一条防弹内裤 单兵装备的潮流是信息化 而信息化的关键则是拥有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 目前联合国负责制定国际海运标准的 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 正式将中国的北斗卫星纳入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 这意味着近美国的GPS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后 中国的导航系统已经成为第三个被联合国认可的海上卫星导航系统 中国在2000年首次测试北斗系统 此后又为其发展投入巨额资金 中国已规定政府机构必须使用北斗 包括公安部以及救灾和旅游等部门 中国还在5万多艘本国渔船上安装该导航系统 专门研究中国太空项目和信息战争的 加州大学专家凯文·布尔比德表示 由于担心美国中断或减弱向中国提供的GPS信号 导致其精确制导武器失踪 中国希望降低对GPS的依赖 它的一个优势呢 就是它的一个导航定位的精度高 也就意味着以此来进行制导的这种武器 它的一个命中精度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尤其是在远程武器的一个精度问题上 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 中国政府并未满足于该系统仅在国内使用 还计划在2020年前发射35颗禁止和非禁止轨道卫星 以实现覆盖全球的目标 中国发展北斗系统也有经济考量 到2020年 中国的卫星导航产品和服务市场规模 有望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希望北斗占据70%至80%的市场份额 不过目前北斗系统尚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抗衡GPS GPS目前拥有中国95%的导航市场 有分析指 国际导航市场目前竞争不够充分 过度垄断的GPS和处处受限制的格洛纳斯 让许多客户难以得到明智时归的服务 最典型的是 韩国就屡次发生的GPS导航装置 因信号干扰而陷入瘫痪的事件 中国的加入无疑使所有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美国现在在GPS上面 它是有区分的 那么民用和军用方面呢 它划分的非常严格 那么它的民用导航精度呢 就相对来说要非常低 那这个实际上恰恰是北斗以后 可以争取的一个方向 那么它可以把民用方向的一个导航定位的精度加强 这个的话对于用户来说也非常有吸引力 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一个导航接收设备要做的一个更好 一个更轻巧 价格还要有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整个这一套体系如果能做下来的话 在国际上的这种商业推广 应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前景 就在周二 泰国外交部副部长 敦·帕马威奈率团 参访武汉光股北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推动中泰北斗卫星向更广领域 更深层次发展 泰方就加强北斗卫星地面站建设 及应用东盟一号高分摇杆卫星等合作项目 与光股北斗总经理柳军一等进行了交流 上个月十九号 泰国施灵通公主在参观泰国朱拉宗告王家陆军军事学院时 就呼吁中泰继续合作 将北斗导航技术应用于泰国更多的地区和领域 他还用诸文说 亚洲国家应该使用亚洲卫星 今年六月 三个北斗卫星地基增强系统示范站在泰国启动 主要应用于灾害防控等民生领域 而光股北斗的目标是在三至五年内 共建设二百二十个基地增强站覆盖泰国全境